我們現在呢把這個影片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怎麼做剪接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從下面這邊 這裡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影片的長度大概多長 從這邊一直到這邊大概33秒左右對不對 那如果你比較長的話 你可能下面這個時間軸會拉很長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喔 這個工具放大鏡 這個是針對下面時間軸的放大鏡 可以放大或縮小 放大或縮小 那我平常蠻常用這個 也就是說不管你影片多長 我就把它放到我的可視範圍裡面來 這樣了解 有時候你要全關的時候這樣比較方便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現在還缺少一個小工具 什麼小工具 因為呢 現在上面它少了一個時間軸的這個指標 所以我不知道說你現在看到哪裡 那各位 待會你就在我們上面這個 這個 時間軸的上面秒數那邊 那一條你把它按一下 這樣有沒有跑出來了 這樣有看清楚喔 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預設它躲在最前面 在最前面你沒看到 所以你就在中間的地方點一下它就跑出來 這樣子你就可以拉動它 是不是就知道說我的影片的那個大概範圍了 就是跟著跑 今天呢它除了 因為我們有錄聲音 所以下面是不是看得到聲音 所以你也可以從聲音去判斷什麼 到底這段影片是在操作還是在講解 操作來講解 假設我今天很單純 欸我到這邊 嗯糟糕 這裡我操作錯誤了 我要把後面刪掉 怎麼辦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裡 除了中間這一根 有沒有左右有兩個護法 一個紅的一個青的嘛 你就把看你要往哪一邊 假設我是後面的我就往後退 有沒有可以選起來 你可以做MAC的動作 欸問一下有沒有人用過那個威力導演 你有沒有發現跟威力導演那個時間走的工具一樣 就是一樣的東西 差不多啦現在簡介都差不多 所以你現在選起來之後 我們來看上面這裡 當你選起來之後 欸這裡有個工具列就跑出來可以用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 是的就是這邊 你可以來這裡 告訴他這個我現在選到的是不要的 有沒有這樣就刪掉了 這樣就刪掉了 後面就不見了 這樣清楚了 那相對的 如果你的是在中間的怎麼辦 來我先把它收進來一點 如果你在中間的我們就靠過來嘛 咚咚 你可以點兩下 如果剛剛那個範圍你不要的 比如說我這裡有一個範圍 我現在不要的 你就在哪裡點兩下 我在中間這裡點兩下 咚咚 有沒有 它就收回來了 好它就收回來 所以如果我是在中間這一段不要 你就把它選好 把它選好 把它怎麼樣 移除 就好了 就把它移除 當然它還有其他選項喔 它還有其他選項喔 只是說 大部分大家比較常用到就是刪除掉 把它刪除掉的機會是最多 這樣就OK 萬一 你在這裡少講一段怎麼辦 我剛剛是講說我們錄的過程有可能會錄錯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老師也是人 中間這一段 不好意思剛剛忘記講一個重要的 我要補進去 有沒有可能有出現這種情形 有 那你覺得你要整個整段全部重錄還是要補錄沒有講那一段就好 我當然補錄沒有講那一段就好了 所以你知道我部落格上的影片怎麼錄了嗎 我如果是教學現場 因為不能NG嘛 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在教學現場直接剪接重做 所以我會比較認真 但是我寫部落格的時候會想比較多 就會不小心就漏掉 也有時候要做測試啊幹嘛的 所以我在做部落格上的影片 文章裡面的影片的話 我就萬一這一段我要補充 這個時候我就不需要選範圍囉 你看這裡 我點到這邊我要插一段進來 我通常會用兩個方式 但是我先講最簡單的就是用後面這一個 分割換燈片 什麼叫分割換燈片 今天因為我這裡要插一段 內容進來 我如果把這裡後退雖然也是一種方式 可是呢 你就要去考慮說我要再補錄那一段到底多長 對不對 所以我就乾脆把後面的這一段 變成它的下一個投影片 這樣可以吧 這樣子我要調整順序是不是很簡單 對不對 好你看喔 我把它按一下 你注意左手邊這個變化 本來是它 對不對這一張我現在把它切斷 有沒有這裡變兩段影片了 有沒有 這個往後退了 所以它剛剛後面這一段 那中間這裡少一段 怎麼辦 就在補錄一段啊 我就在錄一個 錄這個的話 是補錄的 不過我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如果你的影片裡面 有包含人家的版權的內容的時候 請問YouTuber會怎麼處理 蛤 YouTuber會怎麼處理 你說我比如說我把別人的歌 當作是我比如說生日派對的歌 或是拍了MV我就變成我影片其中一部分 傳上去的話YouTuber會給你什麼訊息 會警告 會警告 然後會把你的影片下架 好 這是一種方法 以前最常見是這種方法 還有沒有別的 消音 消音沒錯 這也是一種 就是你的影片不會下架 但是比如說你用了他的歌 當作你的背景音樂 那你就是只看到你的影片 但是不會有音樂 好 但是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現在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當然這個要看版權所有人他的選擇 以前第一種方法就是大家最常見的 你傳上去之後他告訴你很抱歉 這是版權的影片 所以你的不會被公告出來 別人看不到 第二種就是剛剛同學提到的 會被消音 可是這兩種方法都是屬於兩敗俱傷 怎麼叫兩敗俱傷 就是你沒有我也沒有 今天我被你侵權的 我覺得我的影片不會出現 那我也沒得打廣告 對不對 那麼你用的人被消音 心裡也很不舒服 因為那段影片就等於沒有意義 對吧 這樣沒錯嗎 好 所以現在有第三種選擇 是你會收到警告沒有錯 但是呢 他會告訴你 你沒有你沒有事情 為什麼 因為那段影片如果他有收入 就是說有點閱率 或者有廣告的收入的時候 不是你的 是算他的 這樣有沒有算到雙贏 他可以打廣告又可以賺到錢 那你用的人又可以用的名正言順 我幫你推一下嘛對不對 我覺得我很喜歡你的東西 可是那不是我的版權 可是呢你可以從這邊 如果這段影片還蠻紅的 你就可以從這個流量又賺到錢 這樣是對大家都比較好 所以現在有第三種選擇 這樣了解嗎 OK齁 那我錄好了喔 請問結束是Ctrl加 反正該忘了還是忘記了 就找這裡嘛 呵呵呵 這樣了解齁 好 我就把它停止 你看 我剛剛補錄了一段喔 有沒有自動變成中間那一段 所以第一段先講這裡 再接這裡 補的再接這裡 這樣就結起來了 所以有沒有發現 用PowerPoint做剪接 效果也蠻不錯的 雖然它不是PowerPoint的 但是就是像這樣 那當然你第二個補錄的 萬一有錯 是不是就只修這裡 是不是也很簡單 這樣有了解的嗎 所以我是比較鼓勵各位齁 記得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按一下中間這裡齁 你的那個時間軸才會跑出來 第二個如果你真的要切斷的 你用後面這個 應該是各位做起來會比較簡單 如果你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把這個中間的影片切斷 你看這裡可以往後退喔 有沒有注意到 你這樣插進來也可以 可是其實 如果你東西比較多 我是不鼓勵這樣 因為這樣你要管理比較不好管 OK 來 還給你囉 OK 來 還給你囉 接著 先給你囉 對呀 切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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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磨